就相关话题 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 李少鲜先生你好 你好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 你好 欢迎二位 刚才短评当中也提到了 十几号黎巴嫩包括首都在地的多地 发生了巡呼机爆炸事件 造成了数千人受伤 其中也有个别死亡 随即黎巴嫩珍珠党就认为 这是以色列所为 但是截至目前以色列还没有做出回应 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这次事件可能注定又是一起无头案 就像过去发生的类似的事件 最后还是就是无头案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现在来看 就是黎巴嫩政府 黎巴嫩珍珠党都认为是以色列所为 他要负全部责任 而从美国来讲 刚才我们看美国那个发言人讲了 说究竟谁所为 美国不做猜测 当然他也辅认说美国参与了 甚至不知情 撇清干系 那另外呢 以色列就是一如既往保持沉默 所以他现在是这么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这个无头案 这是又基本上可以肯定了 但是从这个攻击的目标 和使用的手法来看 而攻击的目标毫无疑问 就是黎巴嫩珍珠党 对 珍珠党的人员 当然这次这个伤亡的面积非常之大 因为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讲 这批凶护肌呢 不只是珍珠党人在用 而且他任何人都可能用 就是他使用的面积还是非常广的 而且凶护肌 由于他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 他都可以传递信息 所以很多医疗机构在广泛地用这个东西 就是不管是谁发动的这个袭击 他的袭击对象是无差别的 实际上是无差别的 当然首先攻击的目标是珍珠党 因为珍珠党订购的这批这个胸护肌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手法 手法呢 显然就是预先放置了微型的炸药 然后遥控引爆 所以基于这个攻击的目标和采用的手法 大家刚才注意到纽约时报 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就是因为他们都认为是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 和以色列国防军联手所为 所以当无法确定这个事件是谁所为的时候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谁在这个事件当中获益可能最大 他的嫌疑可能也就最大 说到这个巡呼机啊 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呢 并不是很熟悉 在我国大概20多年前 曾经在我国也是兴生一时 它其实呢 就是一种通讯的一个电子产品啊 有数字显示 有焊字显示 里面呢 搭载的是这种小的一次性的 5号或者是7号电池 因为黎巴嫩的媒体报道说呢 是因为在这个电池上 加载了这个炸药 远程的进行遥控 引爆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觉得很奇怪 这么小的电池 它还要给这个巡呼机要提供电量 然后还要添加这种炸药 它为什么能够做到 它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么大的威力呢 的确呢 30年前咱用的小巡呼机 供电机构非常简单 电池一般是柱状 但是现在有种炸药叫塑性炸药 你比如说这个电池外部 我把它包裹一层像这个口腔糖一样 一层塑性炸药 我干脆我把之前的电池电量降低 根据原来的尺寸那个厚度 然后呢进行炸药的包裹 按照现在外界的分析 这个小电池上能够加载28克到56克炸药 按照一般的这个开放空间爆炸 微不足道就听个炮住 但是如果在封闭空间近距离爆炸 所产生威力不容低估 你像美国在越战大量使用的BLU-43地雷 蝴蝶雷 那个地雷是20克 炸药只有9克 但一旦踩上以后半个脚掌就没了 所以如果在很近距离上 有与爆炸亲密接触 这样杀声效果也明显提高 苏联也把美国的BLU-43地雷仿制 叫这个PMF-1 这个雷呢提高了 它大概有个这个73克 然后呢里边的炸药也是30几克 对一条这个士兵的腿可以进行杀伤 那如果按巡护肌的一般配置 要么是挂在腰间 最轴软的腹部 一般是放在左前右前 这个地方没有骨骼防护 另外如果是突然来信息要看 如果离到这个眼睛或者这个脸相对较近一些 造成伤害就比较大 这两种状态都可以对人体构成较大的伤害 你比如说那11个人死了 有可能是近距离观看 比如眼神不好或者不清晰 这样近距离爆炸对头颅的冲击比较严重 另外还有500名失明 也就是说呢在看的过程中突然爆炸 然后击破眼球形成伤害 那么还有400名重伤 有可能是这个手啊 包括其他肢体被炸断 或者是胸部被这个破片贯穿 也说明呢通过这种近距离爆炸 它所形成的威力 不要小看什么炸药小啊 个头小 这个近距离杀伤冲击波破片 再加上其他的这些复合因素 能够对单个人员构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所以现在微型化小型化 这些武器专备大量使用 普遍使用 再加上廉价呀 数量相对较大 所以它的杀伤功能 可不是一般一枪一枚子弹所构成的杀伤 严格的说呢 这种廉价的大面积使用的巡呼机炸弹 也可能被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所以说这种巡呼机炸弹啊 它不仅对人体呢产生一定的伤害 而且呢也会在人群中产生一定的恐慌 刚才您先提到了 这个在巡呼机这个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啊 第一时间美国呢就声明说没有参与此事 而且呢事前也不知道这件事 但是呢有媒体报道说呢 说之前啊在这个巡呼机爆炸事件发生 前几个小时 美国总统的特使和以色列的防长和总理呢 进行了会谈 那么几个小时之后 这个事件就发生了 那您觉得美国在这个事件当中 它真的可以置身事外吗 我觉得美国是不是知情 多大程度参与 或者没有参与 那么它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知情程度达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提出来 其实大家都注意到了美国总统的特使 确实在这个爆炸事件之前 和以色列总理方长都进行了会谈 那么之后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而且啊我觉得美国的知情 或者参与啊 确实值得怀疑 主要两点 一个呢就是这个事件发生的这个时机 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时机啊 是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 这个关系特别紧张 最近几天包括9月15号16号 以色列的包括防长啊 他的高官啊都在声称 要在北部 以色列北部 就黎巴嫩这边要摆出一种 要大打出手这样一种架势 所以在这样一个档口 就是新式高度 正在高度紧张起来的时候 发生这么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攻击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事态 而且现在已经有各方面在怀疑 这是不是以色列要在黎巴嫩 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一个前奏呢 所以引起恐慌 大面积这样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事情发生之前 以色列和美国进行沟通 我觉得这是符合逻辑 就这么大的事情 他瞒着美国 我觉得这个人们值得怀疑 就是美国这个特使和防长总理 究竟谈了什么 会不会沟通的信息 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地方 第二个呢 就是整个这个事件啊 从现在看 是经过长时间的准备 精心的策划 至少是几个月 这个因为他据说是五个月前 就引进了这批这个 熏呼机 熏呼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一般人认为 中央情报局深通广大 那么以色列这么大的动作 这么长的时间的 这样种运作 美国不能不知道 中央情报局一点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也说不过去 所以我认为啊 美国说他毫无知情 没有参与等等 恐怕很难说得过去 所以从黎巴嫩 珍珠党介绍的来讲 他的角度来说呢 不管以色列方面 承不承认 回不回应 他就认定了 这就是以色列所为 而且说呢 这个以色列要因此 而接受惩罚 那接下来 黎巴嫩珍珠党和以色列 之间的这种冲突 会不会升级啊 从这BBG炸弹看呢 下一步以色列作战行动 有可能这个界限会完全消失 您像之前 加沙地带热炸弹 然后坦克攻击 这种传统的作战样式 很有可能会升级 那如果把这个BBG炸弹 向外去联想 那么很多装备和技术 都会成为武器 您像91年海文战争 当时这个伊拉克 买了法国制造的装备 美国芯片的打印机 那结果病毒 住防空体系全部失效 101年网站病毒 对于这个伊朗的离心机 进行攻击 损毁了五分之一 离心机本来一分钟 转一千转 病毒进入以后呢 转两万转 都是过热烧毁 如果下一步 对有时候正规编制 或者是有一套 通讯指挥体系的 珍珠党进行攻击 不排除这两种方式 有可能还会被复制 所以从打击手段来看 跟以前相比 有明显的提升与发展 如果按照以色列 现在网络瘫痪 BBG攻击 那么它有可能是 预先削弱 这样为今后的 地面作战行动 空中作战行动 创造基础 珍珠党有可能采取 更加严密的防防手段 你像那些和这个通讯 电子相关的设备 会不会停用 或者弃用 采取一些更加原始的 通讯手段和联络手段 这样呢 对于确保人员安全 包括重要目标安全 也会起到重要作用 所以总能感觉 报复有可能都是非对称 如果通过火箭弹袭击 包括其他打击行动 报复 也是这个手段之一 总之呢 通过这种BBG大弹 说明呢 现在这种这个战争行动 对抗行动的界限 完全消失 一切能够伤害对手力的 都有可能形成战争手段 所以美国火箭战争 包括以色列火箭战争 从这个里边 有可能是个开端 除此之外呢 在16号的时候呢 以军对加沙地带南部 自己划定的一处 人道主义区域 再次实施了空袭 相关情况 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以色列国防军17号发布消息称 以空军16号对备于加沙地带 南部汉尤尼斯的以军 所谓人道主义区发起打击 打死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艾哈迈德·哈沙什 以军称 此人是杰哈德 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地区的 火箭弹部队负责人 杰哈德方面对此尚无回应 16号当天 哈马斯领导人 伊海亚·西马尔表示 哈马斯已准备好在加沙地带 同以色列军事力量 进行长久对抗 他认为 与黎巴嫩 伊拉克 和也门的抵抗组织的联合努力 将摧毁以色列的意志 17号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和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 双方警告以色列 在约旦河西岸继续发动袭击 将导致危险进一步扩大 双方强调 必须立即在加沙达成永久停火 继续支持巴勒斯坦 实现其合法权利 同一天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最新一轮巴以冲突的调停工作 仍在进行中 卡塔尔等斡旋方 与巴以冲突双方的联系和沟通 还在继续 但在未来几天 斡旋方与冲突双方 暂时没有会谈计划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 卡塔尔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的调停工作 正在积极地向前推进当中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以冲对加沙地带南部 他自己划定的一处 人道主义区域进行了空袭 那在这种情况下 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这种 谈判和停火 有可能实现吗 我没有看到在短期内 能够达成停火协议的 任何的希望 当然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说 虽然停火的谈判 是这样的限于停动 但是像埃及 卡塔尔 甚至一定程度上 包括美国 在相对低一些级别的 这样一个成绩上 仍然在努力 仍然在努力推进 这个停火的谈判 但是现实是停火谈判 实际上是处于停动的状态 是这么样一个局面 为什么说我对 看不到这个希望 这个短期内达成协议呢 我认为至少有两点 我们可以值得非常注意 应该说是没有希望的这个依据 一个呢就是 在此之前 就是美国曾经讲 就包括拜登讲 说美国在近期之内 要推出一个最新的方案 但是迄今为止没有 而且有的人已经问 美国的政府的发言人 美国政府发言人说 近期内美国没有这个计划 推出这个新的方案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 大家要知道 现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正在进行中东执行 最新一次中东执行 昨天呢 他在埃及首都开落 但是他这一次的中东执行 并不包括以色列 他在日程上 没有安排去以色列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注意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他是说 从布林肯的这次中东执行来看 可能意味着 美国拜登政府 在11月美国大选之前 能够推进达成停火协议 这样一个努力 恐怕他们已经不报喜吧 另外呢 这次对于汉尤尼斯的空袭当中 以色列方面声称是打死了 杰哈德在拉法地带的 一个火箭弹部队的负责人 那么结合近期 以色列军队的一些行动 是不是近期呢 主要是以空袭 包括呢 对一些重点人物的定点清除 作为一个重点 最近以色列国防军的打法 正在发生大的变化 加沙地带密集地面攻击行动 包括对隧道的清剿行动 11个月 一个目标没有实现 所以传统地面作战 类似于中东战争方式的 这种模式 分数正在快速下降 所以下一步很有可能 以定点清除 作为核心 作为重点 因为现在的这个火力战是优势 包括美国提供的 各种精确的武器装备 第一时间 可以对目标进行高效清除 如果把信息优势 火力优势 两个优势组合到一起 最后以色国防军 在周边作战行动的 这个损失会降低 同时呢 它的效能也会逐渐增加 所以总的感觉 乙军目前的打法 跟之前这种 这个架杀地带 攻城掠地 摧毁各种设施 彻底捣毁各种设施 相比呢 正在发生转变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质疑 以色列国防军 转型没有完成 面对新环境 新目标 作战能力 跟中东战争 实际优势相比 已经完全丧失 所以标志之后 以火力信息为主的行动 将会成为乙军下一步的选项 好 另外呢 同样是在16号 野门胡塞武装声称 用高超音速导弹 打击了以色列附地 相关情况 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当地时间16号 野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 该组织在野门扎马尔省上空 击落了一架 美国MQ-9死神无人机 当天晚些时候 胡塞武装公布了 击落这架无人机 及无人机残骸的视频 视频中称 这架死神无人机 挂在了八枚导弹 这是最近十天来 胡塞武装宣布击落的 第三架MQ-9死神无人机 去年11月以来 野门胡塞武装 已先后宣布击落了 10架该型号无人机 同一天 野门胡塞武装 还发布了一段视频 展示一款名为 巴勒斯坦2号的 新型高超音速导弹 据视频介绍 这款高超音速导弹 射程为2150公里 速度高达16马赫 就在此前一天 以色列中部地区15号 遭野门胡塞武装导弹袭击 胡塞武装称 当天发射的是一枚 新型高超音速导弹 乙军的防御系统 未能拦截和击毁该导弹 导弹在11分半的时间里 飞行了2040公里 对于这一说法 乙军回应称 这枚导弹的弹道呈直线 因此并不是胡塞武装 所称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 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15号 则警告称 以色列将会进行严厉报复 野门胡塞武装声称 再次击落了一架美军的死神无人机 这也是去年11月份以来 第10架被野门胡塞武装击落的 美军的死神无人机 为什么这个死神无人机 频繁地被野门胡塞武装击落呢 我们讲所谓这个魔高一尺 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 野门胡塞武装和美英联军的对峙 实际上至少已经10个多月 11个月了 在这个对抗的过程中 野门胡塞武装的整个对抗的能力 在不断地提高之中 我觉得这个好有一笔 我们就拿它和伊朗的来相比 大家知道伊朗在美国的打压下 其实美国对伊朗打压了有40多年 在这40多年中 期间不断地对伊朗进行军事的威胁 军事的逼迫 所以在伊朗在和美国的周旋 或者对抗中 其实它的能力在不断地提高 大家可能还记得 伊朗也是频繁地击毁 美国的无人机什么的 侦察机等等 包括它还完整地俘获过 美国最先进的这个无人机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伊朗反而就是所谓 摸高一尺 叨高一唱 它把这个自己的无人机技术 有了长驻的发展 甚至于在和美国的对抗之中 它不断地研发自己的导弹能力 现在成为在中东地区 智力更生生产导弹 各种类型导弹最强的国家之一 所以伊末胡塞武装也是这样 在对抗之中 它的能力在不断地提高 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7月19日 伊末胡塞武装的一款无人机 攻击到了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一栋公寓 而且造成了人员伤亡 那么9月15日 伊末胡塞武装又把一款 弹道导弹 就是说飞行了2000公里以上 落在了特拉维夫附近 当然就是以色列的中部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伊末胡塞武装的整个的对抗能力 它是在和美营整个对抗之中 它处于不断地提升的过程之中 所以这伊末胡塞武装的 都是在实战当中 它的装备水平和实战能力 都是在不断地提升 另外这个伊末胡塞武装声称 打击以色列腹地的 这个高超音速导弹 叫做巴勒斯坦2号 我们知道这个高超音速导弹的 这个界定的应该是5马赫以上 他说它这个导弹 已经达到了16马赫 有这么快吗 此高超速度导弹 非比高超速度导弹 如果外形去看 发布的这个形态看 是典型的弹道导弹 690秒打2040公里 标准弹道导弹的攻击范围 也就是说通过这次打击行动 可以说明它有进步有发展 但是从末段的机动能力来看 有一定的提高 如果一般按照导弹攻击的能力 去发现其实是惯性弹道 但如果通过这个末段的机动 包括舵面的调整 可以对它的这个弹道 进行一系列的改变 比如说按惯性弹道可以拦截 但如果搞成其他的这些可变弹道 对方的拦截就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叫末段高机动弹的导弹比较准确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 就最新一轮的8月冲突的最新进展的 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 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 再会